Instant ID 去换连 然后可以加上这个 它这个困难 因为Instant ID 模型必须得用它 然后这边是Instant的一个模型 Controlnet 的一个模型 然后主要是介绍它这个换连的一个方法 这个工作人员我会分享在我的笔记里 大家可以直接下载 或者在脑运上直接使用我的金线 打开就像我这样子 然后在边上打开工作人员 Instant的换连的高级版 高级版 这个工作人员就是可以增加很多连 这样子可以更精准的去换出现实的连 当然一张也可以 第一张比较重要 因为它决定了整个连的朝线 翻线 比如这个角度就是参考第一张 我把底下换上去 它就会参考底下这张 比如这边这个我把它切换过去 换成第一张 这个只是第一张的作用 决定了朝线的问题 当然它也决定这个 门 把这个连接到这 然后它的朝线就会 以这个为止 我这边是故意放了几张 不一样 正常的话 你是要放一样的 只是不同角度 这个连接方式就很简单 这个是它的Instant ID的一个模块 面接必须的是这几个整方提示 加上它的Contranet模型 加上它的Face模型 Face shown Instant Face 然后再加上这个 Adaptor的IP 这个模型 这个是它的基本構造 等它生成出来 你就会发现它是参考第一张 所以 这个第一张是比较重要的 当然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要 用第一张去控制它的朝线 它位置大小 我可以单独用一张去控制它的 连接到这个 去控制它的朝线 这样子 第一张控制的作用就没有 我们生成一下看看 这样子就替代了第一张的功能 它就不受这边影响 所以这个方法就是在你没有单独去指定它的朝线的时候 它是以第一张为准 第一张比较细长把头都采签了 我可以用这张换成第一张 这样子 然后底部的就是增加参考而已 其实它还是以第一张为准 其实它还是以第一张为准 比如这个朝线不指定的话 不连接的话 这个是可选 可以不连接 这样子朝线它就是以第一张为准 这样子朝线它就是以第一张为准 比如这个区域 它就不会出现这种不现实的情况 把它直接就单站就可以了 这个就不要了 这样子它就单独的就直线这一张 但正常情况一般我们是连接多张 但是多张必须是同一个门才行 不然混合起来就像我刚才那样子乖乖的 所以这个工作人员还是 换脸的话比较实用 比较好控制它朝线之类的 这个工作人员我也分享在我的笔记里 可以直接在笔记里这样子去搜索 Incident ID 在这 这里边有它的模型下载 即工作人员还有使用教程 大家可以自己去使 如果不想安装的话 直接在段落云上面直接进入我的镜像 就可以直接使用就行 这些数据连接什么参数设置 就不需要